大家好 今天想聊一下职场里面天花板这件事情 是应网友的要求 有人想聊聊这个话题 这又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又是一个可以说很久的话题 天花板这个词本身它源于一开始是指的女人 就是职业女性在职业场里面受到的限制 它为什么叫它 它的英文叫做glass ceiling 就是玻璃的天花板 为什么说是玻璃的天花板 那就是说它其实没有明确的规定说女人不可以做这个 不可以做那个 所以呢 它是看不到的 就是你要往上看的话呢 它是透明的嘛 那你就能够看到往上走 但是你自己往上爬的时候你会发现呢 它这个阻力是在哪的 所以呢 它这个就是说是 那个意思呢 就是说是隐形的 让你看不到的一个天花板 所以它叫玻璃天花板 对于亚裔来讲呢 还有另外一个专门的给亚裔的这种天花板的词 它叫做banbo ceiling 就是竹子的天花板 就来专门就是说对于亚裔来讲呢 又有更高的一些阻力 就是又竹子的这个阻力 所以呢 它是这个意思 观众们听众们 在这里我想插入一点我对竹子天花板的理解 我认为在这里是泛指来自东亚 也就是来自筷子文化圈的在美国的亚裔的移民 他们遭遇的所谓的职业天花板就叫banbo 因为在这个文化圈大家都用筷子 而筷子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从竹子制成的 我没有在美国生活过 我是这样理解的 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也就是它用banbo竹子这个词代表全部东亚 也就是筷子文化圈在美国的移民 我不认为这个词有种族主义意思 应该没有 应该是一个中性词 如果你要是说看一些数据的话 其实这个天花板这个东西是非常现实的 亚裔的人口呢 现在大约是有7%吧 7%左右 那么那个真正在大公司里面就职的人 其实是0.3% 大概是 也就是说大公司 大公司被认为是比较好的白领 这种层次的工作了 那么在大公司里头就职的这个亚裔人口呢 其实是不多的 如果我想你要再细分的话 我相信这个东亚的人受到歧视 应该是更厉害的 可能那个巴基斯坦和印度 这些呢 南亚的这些人 可能他们的比例还要更高一些 所以如果就是纯粹的从这个比较 吸引人的这种白领的大公司里面 白领的这一类的工作来讲呢 里头雇佣的亚裔人是很少的 然后呢 就是在那个硅谷 大家比较熟悉的硅谷里面呢 那个那边的在大公司里面做的人很多 华人也很多 亚裔也很多 比例上大概是33%的那个做软件的工程师 大概有33%都是亚裔 而这么高的比例呢 你真正能够做到董事会里面的亚裔呢 只有6% 10%的这个高层的 就是公司里面的高层领导人 是某种程度上的亚裔背景 所以呢 这个数字是根据那个硅谷的最大的25家 这个科技公司 他们的那个数据 所以也就是说的呢 是非常不成比例的 就是你越往上走越难 对吧 一般的到那去做 去做的话 做软件的这种程序员了 就是说我们说的马农 这种呢是很多的 亚裔是非常多的 你想了三分之一嘛 都是加州的人口比例的话 是15%的那个亚裔 那从这个人口上来讲呢 就是说在大公司里面 在这个科技公司里面 被硅谷的做的是三分之一 所以还是很多的 他雇佣的人是很多的 可是你这么大的基数呢 最后升上去的 真正升上去的 也还是非常有限的 进入董事会的人 也只有6% 而且这个6%里头的 也包括那种公司 有的公司是亚裔人 自己开的 对吧 你像那个雅虎的话 他那个创始人 是Jerry Young 他自己就是个亚裔 他就是台湾裔吧 应该算是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他最后雅虎 现在那个董事会里头 也都是些外国人 也没有 也没有说都是亚裔的 所以你比例上 也只有6% 所以这个比例 确实是低 所以这个 我就说这个本部C0 这个竹子造成的 这个天花板 确实是存在的 非常明确 从我自己的经验 我自己在这个 大公司里头做过 我在那个爱立信 做的时候 就是瑞典的公司 我做的是市场分析 我那时候就做 市场分析的人 我发现也不是很多 就是亚裔 也还是做这种马農 做技术性的工作的人 要多一些 后来呢 我到了那个IBM里头 做那个叫做战略分析师 IBM也分很多部 它有一部分的 叫做咨询 consulting 咨询里头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技术咨询 一部分就是战略分析 或者叫战略咨询 技术分析 技术咨询呢 就是技术上的问题 你一个公司 有一些技术问题 然后IBM 你请IBM过来 帮你解决一些 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跟那些 就是做软件啊 做马農啊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就是说 你帮他做好一个项目 完了你就走了 就是你是今天做这个项目 明天做这个项目 在不同的公司里面 但实际上做的事情是 基本上都是 比较专业的技术上的问题 然后就是我所在的 那个部分呢 叫战略分析嘛 战略分析呢 被认为是比较高端的 就是说 它是主要是帮助领导 出主意的 那么我们就做很多的分析 就是你拿很多数据 来做各种分析 对于市场要了解 对于公司的状况 要比较了解等等 然后在管理层方面 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是出一些 提出一些见解 出出主意 是这个意思 我当时就发现呢 我在的那个部门 我当时是在Kansas 就是坎萨斯城那边 就那个办公室里头啊 就我所在的 做战略分析的那一部分 就没有其他的华人 我是唯一的一个 后来是出差啊 然后发现那个 在别的部门 在纽约的那个部门里头 又认识了另外一个华人 也是个女孩子 然后我认识 他没多长时间以后 他就走了 他在那待了时间也不长 他就走了 再后来呢 但是有人到我们公司 出差的时候 我认识了一个越南裔的 他也有一点华人血统 反正是个越南裔的 一个女孩子 所以等于想来想去 也就这么几个人 我指的是这个东亚 东亚一般就是指着 日本 韩国 中国和越南 就这几个国家 所以就是非常少 男性基本上没有 我印象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东亚的男性 有几个印度人 但是也不是很多 我觉得也不是很多 其实绝大多数 还都是男性 就是白人的男性 白人女性也有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发现 我认识一些其他的中国人 和一些那个亚裔的人 我就发现就是 做技术咨询的那一部分 就多很多 所以我认识很多 当时在IBM里面 同事里面的就是亚裔的人 其实很多都不是我们部门的 都不是做战略分析的 都是做技术分析的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战略分析这一头呢 要做到这一部分的 也不是很容易 这个倒确实是真的 当然你还要看的话 到什么华尔街了 什么这种地方 可能就更少了 就是亚裔的人就更少了 原因呢 我觉得这里头 有几方面的原因 这要讨论起来 可以讨论很久 大致上呢 就是说 第一呢 就是越是比较 吸引人的工作 就是工资高 看上去比较高大上 那种工作 什么投行啊 什么咨询啊 战略分析啊 什么这种 其实因为白人自己 也很想喜欢这种工作 所以这种工作 你亚洲人吧 你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一个呢 语言上的话 我们如果 尤其不是出生在这里 不是从小在这里长大 本身语言上 就有一定的障碍 英文上就是 没有他们说的好 这是一方面 但这确实 我觉得还不是主要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 即使是出生在这边的 第二代 第三代的华裔 亚裔 我觉得好像在公司里面 做这种 什么投行啊 什么咨询啊 等等这种 特别高档 高层的这种白领的也少 还有一定 一定是文化上的 就是说 亚裔人总的来讲 就是那种 可能是受儒家的思想 还是什么 我们比较讲 就要谦虚 要谨慎 对吧 而做这种 咨询啊 什么这种工作 确实是需要 你比较会说 确实就是 我们现在说 就是忽悠 就是口才要特别好 要真的就是 让赵 说就是说白了的话 就能把死人说火 就是这样子 我举个例子 我曾经接到过一个项目 那个项目就是说 让一家这个电信公司 他们的那个客服 特别的贵 就是他们自己花很多钱 在的客服上 而每一次呢 一做什么评比 他们那个客服 他们的公司 那客服公司呢 永远是排在最后的 就跟其他的几家 最主要他们的竞争 对手一比的话 他永远都是排在最后 也就是说 他有钱又不少花 然后他的质量还差 那么他就找了这种咨询公司 就是等于像我们这种战略分析 去给他看一看 到底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老板呢 就让我先去 大概其去分析一下 我就大概其分析了一下 跟大概其去了解一下 他的情况 然后跟他的那个 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比一比 我大概其 我觉得有那么几个问题 一个是他的网页呢 做的不太好 就是有些东西 可以在网上解决的 可是你找不到 比如说付费了 还有查询了 什么什么 他那个网页做的不太好 我觉得可以再 做的简单一点 做的比较容易找 这样的话 很多人就不用去找他的客服了 你要在网页上 能解决的话 还有他的客服呢 培训不太好 就是说你这个 一个电话打过去 结果这个客服的人 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那不就来回打吗 你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雇了很多人 但是事实上的 都老是不解决问题 等等了 就是说我自己觉得 我还挺认真的 就是给他分析了这么一通 然后呢 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就是推荐的 一共呢 我做了大概20页的 这个叫PowerPoint PPT 我自己觉得还做挺好的 然后就去交给我的老板 我老板看了一下 他也没说什么 他说行 我收到了 然后呢 我就跟他一起去 跟客户见面了 等到我跟那个客户见面的时候 是我老板主要在那里 做那个presentation 是他在那跟客户讲 结果我发现他呢 就是说他用了我 给他提供的 但是他自己也加了好多 劈里啪啦的 他整整说了快 就是我们一共 那个会整整开了 快三个小时 他说了有一个多小时 他自己的那个PPT 整整有100多页 就是我一个20页的 一个PPT 让他又给加进去 80多页 而你仔细看里头他说些什么呢 他真的是叫做宏观 微观 左右全给你分析了 这个电讯行业今后的大趋势是什么 以前的经验是什么 这个行业的那个长久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 他的趋势 等等等等 就是里头一大堆的东西 然后还有好多数据 这个 这个就是 客户总的来讲 现在是处在一种什么状态 你说这些东西没有用吗 他既然是一个电讯公司 对于这些东西了解一下 也没有什么 应该说也没有什么 不好了 但是人家现在要解决的 不是这个问题 人家现在要解决的 就是他这个客户服务的问题 你这么做的话 不就是有点 多余 我就是觉得多余 因为我们这个做 咨询的公司 是按照小时收钱的 对吧 我做一天的工资 那当然没有 我做一个星期的 这个花的时间 那收的钱多了 所以他这么做的结果 就是说他的费用 而且因为是我的老板 他比我的那个级别高 所以他的小时费 本来就比我高 我当时是算是在 IBM内部算七级 我的那个小时费 大约是250美元一个小时 他是325还是330 大概是这个级别的 所以他要花那么多时间 放上去 那明摆着这个 本来就是一个我 一个小职员 20页的一个presentation 那能有多少钱 可是他这么一弄的话 当然就不一样了 对吧 而且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喜欢把问题搞复杂 因为如果我很快 把你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我这笔生意 不就做完了吗 可是如果我告诉你 其实除了这个 你还有别的问题 你还这个地方 也需要改变一下 那个地方 也需要改进一下 我们可以把你这个地方 效率提高 等等等等 你这么一弄的话 不是就接下去 这个项目就越搞越大 是吧 这就生意就越来越做下去了 我个人觉得 这种东西吧 某种程度上 是有点骗人的意思 你不能说 他是纯粹骗人 但是呢 确实是存在着 很多虚的东西 而这种东西呢 我确实觉得 反正从我来讲 我不是很习惯 我就是觉得 不是很实在 我后来离开IBM 有很多原因 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 就是我自己 不是很相信 这一个行业 这种东西呢 就是需要你呢 对于 就是你要会忽悠 我觉得我们可能 亚洲人 尤其东亚人 可能这种方面呢 就是差一些 印度人就是好一些 印度人自己 本身语言能力强 而且印度那个文化呢 相对来讲呢 也比我们要诈呼一些 我自己觉得 所以呢 就从这点上来讲 这一类行业 包括其实投行 有的很多东西 它也不是很实际的 它也有很多的 那些花里胡哨的 那些东西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这种行业 就确实不太适合 亚洲人 我自己觉得 就是东亚人 我觉得就是不适合 不纯粹是歧视 不纯粹是说 白人就是想 就是霸占的这块地方 因为也确实有 不少印度人进来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点 这就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纯粹是歧视 歧视肯定是一方面 因为如果 白人也喜欢的工作 那你竞争就激烈嘛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白人老板 他自己雇佣的话 那他看着 跟他背景 什么比较相似的人 比较相近的人 那他就比较容易 去雇佣那些白人 这是客观现实 还有一个原因 我觉得 就是有一些 能力很强的一些人 他们 我觉得亚洲人 还有就是东亚人 可能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我不想花那么大的力气 去往上爬 有些人呢 现在呢 很多人就是 干脆回国了 有机会的话就回国了 另外呢 就是说 有些人就自己 出来开公司了 其实呢 就是说那种中小型 尤其是中小型的公司 就华人开的 亚裔的那种 中小型公司 还是蛮多的 有很多还是很成功的 不是说所有的人 开公司都能马上 都能搞成像微软那样 像Amazon那样的 其实很多中小型的公司 他也很赚钱的 他可能一年 他可能几百万 就近赚的话 这公司没几个人 然后公司到一定程度 有别的公司 把他买进了一下子 几千万什么的 就我周围的人 当中有这样子 还是蛮成功的 多数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自己有专利 他用他的这种 技术上的专利 然后呢 就是说 他靠着这个专利 做一个产品 因为是专利嘛 那他这个产品 一定会有人买的 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就是 他可以做很长时间 就是因为 靠着他的技术上的 这个优势 然后做到一定程度呢 就是大公司 可能要来买了 就是这样 这种成功的例子 还是蛮多的 所以就是说 对于想要那个 突破这个 竹子天花板的人来讲呢 我觉得可能 这也非常不是一条路 不过我发现呢 反正走这条路的 也还是难得多 我周围的女人 就最近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 因为美国现在 已经连着挺长时间 就是每个月 都有很多人辞退 就这辞退潮 一般的人认为 就是说 因为美国政府 发钱发多了 所以那些人就懒了 我周围的人 没有一个是因为发钱 我估计 他们都是拿不到钱的 就是工资属于太高 根本就拿不到 那个发钱 是发给工资极低的人 差不多是在挣扎 在那个贫困线上的人 而像我周围的这些人 我碰到的这几个 他们最近辞职的 这几个女的都不是 我说的有中国人 有外国人 都不是拿钱 拿多了 不想干的 其实他们说到底 还是对自己老板不满意 你去看一下 他的那个民调显示 人辞退 就是自己辞职 80% 90%的原因 都是因为跟老板关系不好 都是这个原因 那么我觉得 是因为这个疫情 使得很多人 把事情想开了 女人 很多时候就说 老公她 我说的还是我周围的 我观察下来的 就是说她自己老公 有固定的工作 虽然说工资也没有很高了 但是够用了 就很多人是 然后这个疫情来了以后 大家忽然之间想开了 就觉得说 生命是很短暂的 我为什么要天天看着一个 我不喜欢的老板 就抬头不见 低头见 每天八个小时 还不止八九个小时 挺多的时间 都要在这个 我不喜欢的人手下坐 那么他们想开了以后 就辞职了 就这么简单 还真不少 我周围大概四五个 前前后后 问来问去 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没有到退休的年龄 就不想干了 他们自己呢 一方面的孩子也大了 因为孩子学费 是挺大的一笔 这个经济负担 那么孩子大了 这个学费 这个事情解决完了呢 他们就 其他的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 然后呢 自己可能也工作了很多年 也多多少少有些积蓄 还有些可能小生意啊 什么的 自己做点小投资啊 什么的 就说也能进 就是进点钱吧 虽然是不是固定的 但是呢 你舒服很多 自己的可以支配的时间很多了 总之呢 就是说 男人有男人的办法 女人有女人的办法 女人就是 觉得自己生不上去了 或者就是觉得老板 关系不好了 干脆就不干了 男的呢 我就发现呢 尤其是年轻的 比较有报复的一些 自己又比较有本事的一些人呢 干脆就自己出来 拉出来自己 几个朋友一块 自己开公司了 哪怕这个公司 没有说做到 像这个 世界级的大公司 但是他 就是我说的 你 其实你 如果是你一个 很小的行业里头 你在里头 这个是属于 很主要的公司的话 其实也不见得 就是很差的一件事情 你一年的工资 一年挣下来的钱 可能比大公司里的工资还多呢 然后你舒服很多 至于说到公司里面的 这个 这种人情世故 在国外的大公司 跟在中国 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它就是很狗血的 就是会满地鸡毛的 这种权力斗争 就我当时在的 IBM这个公司 我当时 它这个战略分析 这一部分 它是从别处买来的 一个公司 是一个原来 就是叫 Price Waterhouse 是它自己 就是做这方面的 它把它这一部分 战略分析 这一部分买来了 就是为了它自己 IBM可以跟别人讲说 我们所有的咨询都有 包括战略分析 包括技术咨询等等 这样的话 就是对一个公司 就可以是 它叫Turnkey 就给你一把钥匙 就等于全有了 全可以给你包下来了 把这个公司买下来 我就发现这里头 就发现了一个矛盾 就是什么 就是从IBM来讲 有一些老的IBM的员工 他就觉得 你外面买来 是我们把你买过来的 所以你们这个公司的人 就得听我们的话 因为是我们把你买过来的 我们有钱 原来自己 是另外一家公司的 做战略分析的人 那里头的人觉得 你们IBM把我们买来 是因为你们没有 这方面的技术 我们有 我们有这方面的客户 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你们应该听我们的 所以那里头 狗血的事情很多 这种权力之间斗争 一有点什么事情 像我这种 从后面招进来的人 就跟这件事情 没有关系 人经常是挤在当中 这边往那边推 那边往这边推 就是这样 谁也不好好干活 里头很复杂 就权力斗争很复杂 我这里还想分享一件事情 那个美国媒体 曾经报道过 有一件事情 应该说是很奇葩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雇员 他在一个公司里面 他的老板需要一个肾 这个老板有肾的毛病 需要一个肾 结果这个雇员呢 就把这个肾的捐给了他的老板 美国这个器官遗址是这样子 它都是各个州 当然不一样 但大致来讲都是要排队的 然后呢 就是说根据那个 有人 比如说捐了 捐了 那你就看排队里头的 谁排的前头了 还要 因为他要队嘛 他要队上 对不对 如果你那个 有亲戚朋友 说我想捐一个 给我这个亲戚朋友 但是呢 我跟他的肾对不上 他没有办法拿我的肾 可是呢 我这个肾可以给他前面的人 用上的话 那么我这个亲戚朋友 就可以往前排 就下面再有人捐过来 只要能跟他队上 这个肾就是他的 感谢观看